47歲的藝人林志穎 上個月22號駕駛特斯拉 在桃園發生嚴重自撞車禍事故 一度和雙胞胎兒子一同困在車內 還好遇上熱心的民眾相救 順利脫困 動完兩次手術之後 日前已經平安出院返家休養 卻一度傳出病情惡化 不過稍早林志穎在社群平台上 發出事故後的第一篇文章 除了感謝大家這陣子的關心 也再次謝謝第一時間 救其他跟兒子的恩人 身體狀況在院方的醫療照護下 順利完成相關程序 只是還需要時間復健和修養 他也說到請大家 再給他及家人一些時間和空間 請各界不要相信 沒有經過證實的謠言 並承諾會再回到工作崗位上 跟大家見面 林志穎所述的吉米工作室回應 除了手臂裡面放了鈦合金 車禍事故也同步造成 顱內出血以及輕微腦震盪 撞擊力道也產生了右側氣血胸 林志穎在加護病房待了10天 目前復原狀況都很良好 只剩下右肩膀還持續疼痛 順利用筏 胡亂 胡亂